大家介绍一下 当儿童误食了水银体温剂后 该怎么办 如果给儿童测量体温时 儿童不慎将体温剂摇断 将水银吞入 家长千万不要慌忙地给儿童喂食牛奶 豆浆或者是鸡蛋清 使水银和这些食物中的蛋白所结合 防止水银因为被吸收而中毒 而是应该立刻让儿童用清水漱口 清除口腔内的碎玻璃 只要不会有大块的碎玻璃被吞入 就不会有生命危险 因为水银是一种重金属 其化学性质很不活泼 所以根本不会与食物中的蛋白所结合 更不会被肠胃所吸收而引发中毒 只有离子状态下的水银才会被肠胃吸收 才可以引发中毒 所以通常情况下 误食了体温剂中的水银 少则几小时多则十几小时 就可以从粪便中安然排出了